大家好我是虫小厨 我老公一早就去找到兄弟买了一只鸽子 我婆婆已经杀好了 今天想要分享一个非常营养的汤品 首先我们把鸽子给它清洗干净 像这里面常住的这些血块 一定要给它清理上 因为这一只鸽子比较小 所以我还买了一根这种排骨 等一下跟它一起炖 给它洗一下 我们先把排骨焯水一下 焯排骨的话一定要冷水入锅 加姜片冲减 生料煮大火煮开 接下来我们去掉鸽子的头跟爪子 还有鸽子屁股 这三个不要 线下的部分我们整成大一点的块 我们这个羊骨筋还是下这么一点的 一次性给它加完 我们这个羊骨筋还是下这么一点的 这个上次去新门市场680一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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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较中等品质的 还拿了一部分给我小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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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脾胃不好嘛 因为他脾胃不好嘛 吃这种的话炖汤的话 吃这种的话 其实很调理肠味的 我们先加入清水给它先泡软 排骨这边我们已经烧开了 我们把鸽子放下去焯水两分钟左右 朋友们鸽子的话就是跟鸡肉是一样的 一定要那种开水下去 不要冷水入锅 然后时间到了 我们给它捞起来 还有一点清洗的时候 要准备这种稍微热一点的水清洗 不要弄那种冷水洗 泡软了羊肚菌 我们把水倒掉 接着加入适量的面粉 先给它抓揉个一分钟 因为这个羊肚菌表面有一些坑坑洼洼的 就是很容易就要藏一些杂质 用面粉可以很好的吸附 这样洗的比较干净 再淘洗一遍就好 先这样清洗就很干净了 稍微给它捏干水分 接着我们把鸽子跟台股 还有羊肚菌全部倒入炖锅里面 然后加入一大块拍碎的生姜 加入盐调味 接着我们倒入开水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就可以开始炖了 我们这一次是选择隔水炖的 因为隔水炖的话营养就不容易流失 而且炖出来的汤品清澈 而且不容易上火 小孩子喝着 好烫 哪个那么麻烦 我刚才拿的手法不对 这样就不烫了 现在我们就要给时间了 慢炖两个半小时 最后一分钟撒上适量枸杞 拌拌均匀就可以开喝了 看着都非常的诱人 全都今天的温度才5度 这样子喝一碗这一锅汤的超级舒服 今天做了一道清蒸桂花鱼 然后羊肚菌排骨 这个只烫 这个是西芹炒虾仁 好 这个是小孩子爱吃的花菜炒香肠 今天晚上就这样吃 今天晚上就这样吃 梅子酒 看冷的喝点 今天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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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的汤匙 爸爸 做蛋糕干嘛 一点点 没有什么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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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里面的排骨要给它 咖喱 嗯 不觉得咖喱 咖喱 嗯 一点点 不要倒太多 一点点就好 不要倒太多 一点点就好 好 好 吃这么多个花菜了 妈妈 这个45个了 宝贝 妈妈这个是黑鸽子吗 不是啊 它就是普通的鸽子 黑鸽子 它的肉就是这样子的 知道吗 鸽子吃得很好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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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喝一下 好 弟弟 嗯 他要吃花菜 那吃完吧 妈妈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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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7个了 宝贝 你吃7个花菜了 太阳了 我吃这个 整个赞了 还有最后两三个了 来再给你一个宝贝 鱼可以吃 鱼要多吃点 这边还有鱼 快点 那鱼还要吃完 给它 一晚上不能放 跟牛的 没有 妈妈 现在我们不见都冬天了 大家应该都在冬年了吧 爸爸 不见得春天比冬天还冷 哥哥 花菜大王 这是第10个了 你知道吗 哥哥长高高了 长高高了 对 这一盆花菜 可能有八成都是 老大吃完了 长高高 长高高